這個單元我們來看重複組合 先從定義上來看 我們今天從N類的事物當中選取K個為一組 而且這邊的重點 每類至少有K個 而且可以重複選取 這個重複選取是最大的重點 所以這樣的組合方式 我們才是稱之為N中取K的重複組合 所以它的計法為HN取K 而且HN取K 我們的算法也可以等於CN加K-1取K 我們來看一下例子 計算下列的個值 先熟悉一下重複組合的算法 第一 H3取6 所以它可以寫成C3加6-1取6 所以就等於C8取6 答案28 第二 H4取7 所以它可以等於C4加7-1取7 最後答案120 第三 H6取3 根據同樣的方式 我們都可以算出我們所要的結果 重點在第四小題 H3取3 它的算法 因為是C3加3-1取3 所以應該是等於C5取3 答案是10 所以同學 要去比較一下P3取3 跟C3取3 以及H3取3 這之間的不同 我們來看一下說明 如果我們將7個相同的白球 全部分給夾、1、丙、3個人 那會有多少種的分法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裡的重點 如果 我們把它看成是7個相同的白球 跟兩個分隔記號 那一共有這9個事物 去做一個排列的話 那為什麼要用兩個分隔記號 因為這兩個分隔記號 就可以分出3區 那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把它分給 加1、丙3個人 所以大約觀察一下 比如說我們以這樣的 分區方式 可以分成3、2、2 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分成3、4、0 所以它的 所有的分法 我們經由這7個白球 跟兩個分隔記號去做排列 做這樣的一個直線排列 我們就一共會有 7加2階 除以7階 2階 一共36種 所以我們可以計為 H3取7 等於9階 除以7階 乘上2階 那也就是C9取7 為了要跟前面的H3取7 做一個連結 我們可以看成是C3加7-1 取7 所以這時候的答案是36 這邊 這邊 我們如果把重複 的組合 做一個分類的話 底下的三個問題 它的組合數 都是HN取K 第一個分類 如果我們今天看到的題目 是從N類事物當中 選取K個這樣子的組合數 這個重點在於 每類的個數至少有K個 而且重點可以重複的選取 那這樣的話 就是HN取K的其中一類 例如 我們每一碗冰 如果可以有4種配料來選擇 而且 可以重複選取的話 那如果 我現在準備了10種的配料 那一碗的冰 可以有幾種的選取方式 這一題 我們就可以看到 因為每一種配料 都可以重複選取 而且也可以不選 所以變成 這一題 我們就是H 10種配料裡面 取4種 計算的過程 C 10加4-1 取4 所以最後答案 會有715種的組合 第二類 我們就看到 N圓一次方程式 那重點在於 這邊的非負整數解 它的個數 我們就可以用 HN取K 來求解 例如 我現在有一個方程式 X1加X2加X3會等於6 請問 請問 一共會有多少組的 非負整數解 所以這邊的答案 H3取6 計算過程 C8取6 傳成 C8取2 所以最後的答案 非負整數解 的個數 會有28個 第三類 我們將K個 相同的事物 全部分給N個人 這樣子的一個分法數 我們同樣可以用 HN取K 來做一個解答 例如 將7支完全相同的筆 全部都要分給4個小朋友 所以第一個 請問一共會有幾種的分法 第二個 每個人至少一支 那會有幾種分法 第一個 因為7支筆全部相同 我們要全部分給4個小朋友 所以H4取7 最後大概120種 那第二小題 要比較注意的就是說 每個人至少有一支 所以為了保障這個狀況 確定成立了 所以我們可以先給每個人一支筆 剩下的我們再去做任意的分配 所以最後我們可以用H4 H4取3來解決這樣的狀況 剩下的3支我們再來認一分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思考步驟 我們就可以發現最後的答案是20